当我接触到慈祭的时候 善人所说的做慈祭无处不适道场 我就觉得这个才是对的 放下我们自己不要太执着 事情也是就是要甘愿做欢喜寿 善人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导师 我就是很坚持去受证 因为我外表看起来很随和 可是我的内心比较很执着 参与了慈祭之后比较少发脾气了 开始承担 从小型活动到大型活动 会有人事上的语言上的问题 要很快地转念 事情就很容易解决 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成长得比较快 因为以前我的叔叔跟婶婶 他们就发生了车祸 然后隔了一个星期 我妹妹也发生了车祸 我的心里就会很不安 到7月的时候就会烧 那个金银纸求平安 善人说我们每一天 冬一个五毛钱 可以去救人这样子 自从有了竹筒岁月以后 我心里就踏实得多 两手空空去见上人 很忏悔 觉得我自己还要更精进 开始学会省水 从一百四十多块 我省到现在是十三块多 十四块这样子 我可以省掉整百块钱的水费 而且我这个整百块多出来 我又可以去帮助那些需要人的家庭 做慈善来回馈这个社会 也可以回向给众生人 我应该要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东西 生生世世都要走菩萨道